其实我自己也很感动 对 因为搞了这么多年了 其实风风雨雨 最后别人给我这样一个注解 我觉得我这辈子当演员真的很值得了 他们通知我只是说 让我去当一个颁奖人 然后就顺便有提到 他说他们因为是戏剧跟《综艺》分开 他里面有一个戏剧的桥段 会提到我的名字 所以说导播希望我坐在台下 就满点问号 这什么东西会提到我名字 我要坐在台下 可是因为我这人就平常就随和 就尽量配合别人 我坐得到的 去颁奖化好妆 就说夏哥到你了 那你就到台下去坐一下 我说好好好 我去坐 然后那个主持人保姨他才过来 跟我说 夏哥我带你去讲的电话 会cue到你 哦好 然后就是这样 其实我也是状况外 其实我自己也很感动 对 因为搞了这么多年了 其实风风雨雨 最后别人给我这样一个注解 我觉得我这辈子当演员真的很值得 老天爷赏饭吃 然后一直一直让我有机会 我也很感谢各位了 谢谢 其实我觉得就平常心去过你的日子 尽你的本分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在转变 然后评审的口味 然后观众的喜好 他们其实也一直在转变 那其实我觉得演员应该做到的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跟着时代走 把你自己也转变 那我觉得得奖只是 别人对你的一个赞许而已 对 所以说不必这么的太在意 对 况且我会得过 我有两个 现在就是这个年纪了 我最大的愿望呢 就是能够有维持稳定的工作 然后陪我的小孩一起长大 其实把我的身体搞好 然后陪他们久一点 其实这个就是我现在人生 最大的愿望的目标 可以靠这部戏 可能也是可以入门一下金钟 我会不会 我会目标远一点 奥斯堡 真的 我觉得戴一个破镜 结果没想到 结果长一样 我跟客家一 我跟 有人分不出来到底是 左边是Sandy 还是右边是Sandy 左边是佳燕 还是右边是佳燕 我就是一个演艺圈的明星脸 你就是走那种漂亮的就对了 诶 那个谢昆达是哪里啊 谢昆达 对啊 谢昆达 他不是 怎么留我在这边 谢昆达 她的节目还我的节目 是不是 没有看到佳燕姐在你旁边 什么 嗨 你们在路门很大 我就跟佳燕睡啊 他说说我都睡隔壁 你们在旁边是不是 那个肚子还好吗 对 对 那佳燕也要加油一下 吹声哦 先投票先投票 吹票要吹声哦 你看人家结婚多久 马上就了白月 那里 好加油加油 不要演呆呆 我上来直播不是要看你 我是要来看大家 我拿回来了 我拿回来了 有还是有 憲哥还是在 真的是 有担心 怎么到哪里 都有啊 不是我刚刚想说 我就戴一个墨镜 结果没想到 你 跟我长一样 我跟佳燕 我跟 嗯 嗯 好啦好啦 刚刚他去投票啦 因为今年没有我的事 今年也没我的事了 因为佳燕你还是有你们的事啊 他们有得奖的话 就会分到你的边去欸 好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他们有奖金啊 哦 奖金不重要啊 你觉得 嘿嘿 你生儿子 我给一百万 生女儿我给两百万 嘿嘿嘿 我觉得他好邪恶 诶 有人分不出来 到底是左边是Sandy 还是右边是Sandy 左边是佳燕 还是右边 我就是一个 演艺圈的明星脸 就是 我有时候像 憲哥 有时候像汉姐 有时候像Lulu 有时候像佳燕 哦 佳燕 你是多面人 你不是双面人 喂 哈哈哈哈 你就是走那种漂亮的就对了哦 诶 那个 谢坤达是哪里啊 谢坤达 对啊 谢坤达 他不是 什么留我在这边 谢坤达 他的节目还 欣赏 干什么 鱼 他 我 你干嘛一直出去啊 他 滑到了 喔 咯 还在那里 一项 女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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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',女儿 女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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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儿